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週刊 中國疫情失控 染疫者激增 病亡者更是數量巨大 其中不乏是很多的名人 很多也都是中共黨員 以及為中共站臺的人 在北京 大批中共官員和專家學者 紮堆病亡 在上海 大量試者遺體堆積 等待火化 在吉林長春 運送遺體的鄰車市大排長龍 疫情不斷擴散 死亡的陰霾 籠罩中國大地 據中央社報導 網傳一份中共衛健委21日的會議紀要稱 估計中國20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將近3700萬人 每天還在不斷增加 12月1日到20日 累計感染人數已達2.48億人 佔總人口的17.56% 由於中共一向隱瞞疫情信息 實際情況如何 無人知曉 在北京垂陽柳醫院的病房裡 等待就醫的患者和死者之間 僅隔著一扇屏風 甚至有一位病患致死還保持著坐在輪椅上的姿勢 你看這人躺在這沒人管呀 據澎湃新聞23日報導 在人口2500多萬的上海市 各醫院有大量醫護人員感染了中共病毒 在長海醫院急診部100多名的醫護人員中 染疫人數高達80%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急診科幾乎全軍覆滅 據路透社報導 上海德濟醫院21日深夜在微信公眾號發文表示 上海市已有大約543萬陽性病例 預估在年底前全市將有1250萬人染疫 這則貼文22日下午已被屏蔽 12月20日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廣東某醫院發熱門診內人滿為患 患者家屬下跪 祈求診治孩子 醫護人員也跪下表示無能為力 廣東佛山的一家醫院也發公告稱 發熱門診人數超過了400人 排隊等候要等8小時 呼籲民眾儘早地前往其他醫療機構 去就診 在安徽宿州 監控錄像顯示 一家診所剛開門 就有一大批老人和孩子蜂擁而入 爭搶診所床位 在武漢 許多患者只能在路邊的 私家車內來排隊書頁 一個河北家庭感染了中共病毒 媽媽高燒40度 兩個出生才40多天的雙胞胎嬰兒也高燒不退 送醫院叫不來救護車 家裡又沒有藥 媽媽只好給孩子貼上了土豆片來退燒 景象淒慘 中國這一波疫情爆發後 醫療資源和藥物短缺 到處都有民眾買不到藥物 不少海外華人在當地搶購藥品 再郵寄給大陸的家人和朋友 路透社報導 澳洲最大的華人社區墨爾本博士山 幾家藥店的碧里痛已經賣光 日本媒體披露 有位中國女子到日本搶購感冒藥 一口氣買了42盒藥寄給大陸的家人 截至大陸時間12月23日 中共衛健委仍然只通報了7例染疫死亡 但大陸各地的殯葬業卻超負荷運行 網傳消息顯示 近期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河南省 遼寧省等多個大城市和小縣城 都出現了醫院屍體積壓 殯儀館滿員 火化排隊等現象 有網友發布視頻顯示 醫院的走廊裡停滿了無法拉走的遺體 一位北京市民上傳的聊天記錄顯示 僅一家醫院在三小時內就有20位死亡患者 除了這夜裡頭兩小時 兩三小時吧 太平間就近了20位 最可氣的是現在所有的 北京所有的火葬廠 說火化最起碼得等一個多月以後 這現在想辦法插隊呢 此前網傳廣州市醫療機構TPJ管理工作聯絡群的一張截圖 內容顯示 廣州市多家醫院遺體積存嚴重 要求拉走 很多死亡時間都超過了48小時 最長的有96小時 受疫情大爆發的衝擊 12月22日 多地公共機構檢員嚴重的新聞登上了百度熱搜榜的第一名 最近還傳出 北京山東等地的政法系統很大部分人員染疫 有的高達90%以上 一些機構甚至已經關門 中國官方宣布 放開疫情封控才20多天 疫情擴散 情況驚人 人民日報四川分社前社長林志波21日深夜在朋友圈發文寫道 卡塔爾世界杯 觀眾秘籍 不戴口罩 沒事 阿根廷奪冠 舉國歡慶 不戴口罩 沒事 俄羅斯忙於烏克蘭戰爭 疫苗核酸都不做 口罩也不戴 沒事 唯獨中國 剛剛放開就全民傳染 而且所有變異毒株全部迅速地進入我國 這是為什麼?不感到奇怪嗎? 上述文章發布數小時之後就被屏蔽了 12月24日 大紀元發布特稿說 中國這波疫情早已開始 死的很多人都是中共高官 共產黨員 還有中共的追隨者 但中共一直隱瞞疫情真相 大疫當前出路何在?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理性議文中開示 遠離中共邪黨 不為邪黨站隊 向神真心地懺悔 自己哪裡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這才是辦法 這才是靈丹妙藥 新唐人新聞週刊 梁東成立 綜合報導 北京疫情海嘯多名中共高官 知名人士中招 其中多是中共黨員 感染人數也被指示史無前例 引發外界極大的關注 中共文化政治中心北京呈疫情重災區 有分析認為 多方跡象表明 疫情已經攻進中南海 多名中共高官中招 早年從中共體制出走的旅澳法學家袁洪斌 引述中共體制內消息指出 中共的一份內參統計數字顯示 在12月初之後的兩週時間內 北京局級的退休官員50%以上感染 12月15號到16號 中南海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習近平及七常委 李克強等高官都出席了會議 但下面卻有很多高官紛紛缺席 香港《明報》一一點名缺席高官 包括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何魏東 許其亮 卸任中共黨職的全國人大部委員長王成 國家監委主任楊曉渡 國務委員趙克志 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金國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最高檢檢察長張軍 政部級官員更多 包括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 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江信志 中聯部部長劉劍超 國台辦主任劉劫一 中央編制辦主任李小新 民政部長唐登傑 農業農村部長唐仁劍 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等等 全都沒露面 《明報》分析 這些人原本沒有理由缺席這種會議 北京目前疫情海嘯 感染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 被諷刺為中共四大五毛之一 的司馬南18日透露 自己和嘉義人都感染 還指中共科學院院士合作修和妻子這次也都感染了 合作修說話含糊不清 他的妻子已經不能講話 合作修曾在所謂的科學界 給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搖旗吶喊 製造謠言 積極推動迫害 其他中國的藝術界 學界的知名人物 也有不少確診 狀況前所未有 12月18日凌晨 知名京劇演員褚藍藍 在北京染疫身亡 年僅40歲 清華美院知名教授 極想物福娃的設計者之一吳冠英 12月20日因染疫身亡 同日 網友在微博發帖表示 中共前電力部部長齊鳴的夫人在北京染疫去世 據中共官媒《光明日報》報導 12月21日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國成在北京離世 至此 2022年一年內 中共工程院已有42名院士身亡 但中共規劃所謂肺炎死亡才算染疫死亡案例 不少知名人士的死亡通報中都沒有提及新冠 此外 中共戰狼趙立堅的太太 19號也在微博發文求藥 說自己發燒一週了 沒有藥 可能是感染了 很多網友質疑 這種體制內家庭也會沒有藥嗎 是有意出來帶風向的吧 評論人士則直言 病毒就是針對中共而來 我們常說這是中共病毒 一個意思是中共對病毒全球散播負有責任 那另一個是 它是針對中共而來 前者顯而易見 而後者呢 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們就有答案了 新台人電視台記者韓非綜合報導 中共病毒在中國肆虐不少的中共黨員知名人士密集死亡 人心惶惶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早前在文章中警示 瘟疫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並且告誡人們遠離中共屈其避凶 近期中國大量的中共黨員知名人物專家過世 其中不乏年輕者 《綜合各方》報導 12月37歲的錢中超足球運動員王若吉 39歲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楚藍藍 40歲的中山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江志強 51歲的四川作家駱駝 51歲的蘭州大學藥學院教授董玉明 54歲的導演王錦光 59歲的北京服裝學院美術學院老師周濤 60歲的河南劇作家楊玲 都接連染疫去世 中共內部會議紀要顯示 中國單日新增感染人數直逼3700萬人 12月至今累計感染達2.48億人 此外 根據不完全統計 今年以來 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 他們多是中共黨員 中國上下一片混亂 不少民眾急於尋求自救之道 在疫情爆發初期的2020年3月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其實瘟疫本身就是針對人心 道德變壞 業力大了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先生直言 遠離中共邪黨是大難中趨吉避凶的良方 中共是外來的一個邪教 中共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神要開始剷除它了 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所以在大瘟疫面前 在大災難面前 大家一直說的退黨保平安 就是這意思 12月起 許多大陸民眾紛紛通過大紀元退黨網站 聲明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等一切組織 截至2022年12月22號 共有4億多人聲明三退 易容說 由於大陸朋友情況特殊 也可以把退黨聲明寫下來 貼到公共場所 也具備同樣的效果 因為神佛看的是人心 中國大陸疫情凶猛 全球退黨服中心主席易容呼籲 中國人要趕快的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把聲明張貼到公共場所 或者寫在紙幣上同樣有效 同時希望那些跟隨中共做過惡的人要懺悔 日前 大陸社交媒體流傳一份中國國家衛健委會議紀要 披露12月1號到20號 累積感染病毒的人數 已經達到2億4800萬 但在12月20號 新增感染人數就達到3700萬 遠超過中共政府承認的每天數千人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容受訪時表示 中共病毒疫情由中共引發 目前貼滅中共大潮進行中 呼籲中國人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如果無法翻牆退黨 可以公開貼出三退聲明 我們有一個退黨網站 或者是大紀元的這個退黨網站上面 我們都可以這個翻牆啊 把自己的退黨團隊的聲明呢 輸入到這個裡面做一個登記記載 可以貼到那個公共的報告欄上 或者是電線杆上 或者是公共場合都可以神佛看人心 易容提到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在疫情爆發初期的2020年3月19號 曾寫過一篇經文李信 裡面指出 人應該向神真心的懺悔 自己哪裡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這才是辦法 這才是靈丹妙要 李大師講的非常明瞭 所以呢 就是退出中共黨團隊 與邪惡切割是離開瘟疫 得到神佛庇佑的一個最好的辦法 尤其是那些中共的官員呢 和幹警呢 參與過迫害法輪功的這些人 真的需要這個向神佛懺悔 同時呢 要把自己與中共的這個邪靈呢 邪黨分開 同時 易容還建議 如果已經染疫的人能喊出 打倒中國共產黨 打倒中共惡魔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也有助他們戰勝中共病毒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 紐約報導 海外的親共同鄉會被指長期協助中共 在海外干預他國事務 滲透他國 甚至干擾國家選舉 最近 加拿大騎警國家安全執法部門 正在調查溫州同鄉總會 來看報導 加拿大騎警在12月10日 尋查了溫哥華劣質文士的溫州同鄉總會 涉及到中共在加拿大建立110警戰的問題 並且要保護華裔加拿大人免受恐嚇和騷擾 根據溫哥華新聞網站的最新消息 政府文件顯示 溫州同鄉總會會長朱建國 在11月份被邀請成為貴賓 參加了新一屆溫哥華市議會的宣誓就職典禮 媒體還披露 早在2018年 溫州同鄉總會就被指控發送微信信息 向當地選民提供20元交通補貼等方式 要求華人給指定候選人投票 同時他們還籌集了資金 支持了不同城市的多位聯邦候選人 加拿大騎警也對此進行了立案調查 保護衛士近期的報告顯示 目前全球53個國家發現了102個中共海外110警站 加拿大現有5個 對此加拿大騎警正在進行全國範圍內的徹查 他們還呼籲民眾對此類騷擾恐嚇事件要進行報警 同時 民眾呼籲聯邦要加強立法 應對複雜的外國干涉 當我在聯邦局部的公司 我提出了一個公共合法案 聯邦候選人權權 在臺灣的國際領域 我們會領著訪問 我們會領著訪問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 李威、安尼、林希 加拿大報導 好的 休息一下 之後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新聞週刊 國際團結反制中共經濟和軍事的壓迫 20號 歐洲議會團 國貿委員會官方代表團訪臺三天 同日 美國四位聯邦眾議員訪問臺灣 歐美代表團在同日 觸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直此同時 中共升高了台海的緊張情勢 21號 臺灣偵查到共機39架次 共建三艘次穿越台海中線 歐洲議會團國貿委員會 官方代表團訪臺三天 20號 會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表達歐洲議會非常重視 歐盟與臺灣之間的關係 並譴責中共單方面改變 台海現狀與經濟脅迫的行為 歐洲議會在過去兩年通過25項有台決議案 強烈關切中共對臺軍事挑釁 支持臺歐盟洽簽雙邊投資協定 推動供應鏈合作 並挺臺參與國際組織 代表團也拜訪立法院會見立法院長尤希昆 我要再度感謝歐洲議會對臺灣的支持 臺灣是華人文化圈的民主法委 在國際民主版圖之間縮減之際 我要呼籲國際同盟國家積極合作 共同守護臺灣的民主自由 訪團由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副主席 阿希·馬克波羅率團 成員包括7名跨黨團、歐洲議會議員和官員 同日 美國四位聯邦眾議員 包括匡希恆訪問臺灣 近見總統蔡英文時表示 代表全美50州435名眾議員帶來支持的訊息 總統表示希望繼續推動升級臺美關係 外交部表示今年累計已有36位美國國會議員來訪 彰顯美國國會對臺灣不分黨派的強勁支持 在國際政要走訪臺灣之際 中共升高臺海緊張情勢 中華民國國防部發布 21號共軍干擾臺海周邊動態 國軍偵測到共機39架次 共艦3艘次穿越海峽中線 22號 臺灣宣布金馬地區民眾交通專案 專案重啟金門馬祖與對岸小三通 政院表示 要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 協助金馬民眾 大陸籍配偶與子女 在過年期間返鄉團圓 行政院表示 以此專案作為試點 看運作情況及疫情等相關情勢變化 就後續小三通可運安排進行滾動檢討 新唐人新聞週刊 黃炎華 楊亞奇綜合報導 剛過去的週三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突然到訪美國 並且在白宮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這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澤林斯基首次走出國門 結束美國訪問之後 澤林斯基表示 華盛頓執行取得良好成果 不過 俄羅斯總統普京卻對此不以為然 澤林斯基表示 此次訪問美國的主要目的 是尋求更多支援 加強烏克蘭的防禦能力 尤其是在俄羅斯持續的導彈襲擊後 烏克蘭正在面臨缺水斷電的艱難冬季 而美國也準備了充足的厚禮 馳援烏克蘭 再向烏克蘭提供 近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也是目前為止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的 最先進的地對空導彈系統 不僅如此 美國國會已經批准從明年的國防預算中 播出450億美元用於援助烏克蘭 在和拜登會晤後 兩人舉行了共同記者會 幾個小時後 澤林斯基又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 感謝美國幫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 他在掌聲歡呼聲中進入眾議院的議會廳 澤林斯基感謝國會的財政支持 但強調烏克蘭不會是唯一受益者 澤林斯基說 他在同時向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演講 現在 一些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對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表示了越來越多的懷疑 並要求進行審計 來追踪錢是如何花的 澤林斯基援引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一次攻勢 激發正和家人團聚 共慶聖誕的美國人的同情 演講中 兩黨議員頻頻起立鼓掌 澤林斯基向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和副總統賀錦麗 贈送了一面由前線士兵簽名的保經戰火的烏克蘭國旗 作為回報 佩洛西向澤林斯基贈送了一面相況的美國國旗 澤林斯基回國以後表示 此次訪美頗有成效 獲得了美國的軍事援助和資金援助 不過 俄羅斯總統普京似乎對此不以為然 普京表示 俄羅斯會找到辦法來對抗愛國者防空系統 他同時也表達了通過外交談判來結束戰爭的希望 據接近於蘇聯時代的經濟學家 投資者和外交官說 普京對烏克蘭的戰爭以及所產生的反應 將使俄羅斯的經濟至少倒退30年 而在至少的未來5年里 俄羅斯的生活水平會下降 經濟學家推測 俄羅斯的經濟在2022年下降3.3%的基礎上 預計明年再收縮2.7% 然後在2024年可能還會擴大 新唐人新聞週刊 劉海英 名譽綜合報導 好 休息一下 之後歡迎您繼續回來關注新聞週刊 《享譽世界的美國神韻藝術團》新一年的演出季即將開始 在聖誕節到新年期間 神韻多個藝術團將在全球三大洲同步演出 預計所到之處又將掀起一輪神韻熱潮 神韻將在聖誕平安夜12月24日 歷臨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市 開啟新一年度全球雄灰演出的首演 此後還將到訪喬州多個城市巡迴演出 包括以每年主辦戈爾夫球美國名人賽而聞名的奧庫斯塔市 歷史名城同時也是美國第四大吞吐港的薩凡那市 以及南北戰爭古城哥倫布市 這些城市的市長也都一一頒發了包獎狀給神韻 薩凡那市長約翰遜將11月11日定為神韻日 哥倫布市長亨德森將神韻光臨該市演出的那天 1月17日定為神韻日 我認為它是美麗的 它是很獨特的 它是一件事你真的不可以看到任何地方 這完全是完美的 它是美麗的 舞蹈員都很瘋狂的 各種色彩和故事 我愛它 我愛學到各種舞蹈的舞蹈 它是美麗的 新年期間神韻還將同步在美國的德州 加州 馬州 佛州等地演出 並且同時在歐洲的德國和英國演出 另有一個團到亞洲的日本開始演出 非常有趣 非常美麗 他有深刻的信息 的理論 人生的魅力 人身回到的華人 是一件很美的 它是好主意 在这一段时间,还有很难。 非常技术,非常学习, 有很多工作, 而且美丽, 我们没有觉得它, 我们没有觉得它, 它似乎很软,很滑, 我们有感觉, 跟舞蹈人一起跳舞, 它出现一个感兴趣。 圣诞新年假节之际, 神月演出票已经成为各地 炙手可热的节日礼物, 详情请查阅, 神韵.com-ticket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欣·姜迪亚综合报道。 圣诞节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对全国发表了圣诞演说, 来看记者陶敏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的主播, 拜登在今天的圣诞节演说之中, 强调了圣诞节的意义, 以及美国人以信仰为本的根源。 拜登还回顾了 往年圣诞节的高光历史。 他提到, 在1968年的圣诞节, 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 在环绕月球的时候, 同世界的观众朗读了圣经中 创世纪中的段落。 拜登还说, 中国在受到疫情冲击, 而在政治上又无比分裂的时刻, 美国人要静下心来, 反思自我, 找回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善良和互相关心。 他也祝美国人圣诞快乐, 受神的忽悠。 新常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白宫报道。 纽约市布鲁克林代科高地社区, 以璀璨亮丽的圣诞灯饰文明事件。 圣诞佳节之际, 我们随记者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在周五的下午, 突然间是大降温, 但是仍然挡不住民众来代科高地, 观赏灯饰的热情。 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是灯火通明, 而且圣诞节期间, 将会迎来这里人气最旺的时段。 进行天使造型, 圣诞老人, 可爱的巡路和雪人, 梦幻的胡桃夹子等, 其中最为亮眼的灯饰, 集中在第十一和第十三大道。 因为它永远很美, 看到其他人的装饰, 令我的家庭愉快。 我们必须来,对吗? 烂、霜、霜、冷凉。 不管什么。 家家户户张灯劫彩, 男女老少漫步在街道上, 体验冬季的节日气氛。 我在家旅行, 60%。 代科高地圣诞灯饰, 起源自1980年代。 近年来, 成为圣诞期间, 游客来访纽约市, 避去的景点之一。 来自各国的旅游团, 乘群结队到访, 重现以往的繁华景象。 非常奇妙, 我并不想像这样。 每年来, 我们会享受这个灯光。 新唐人记者, 柯婷婷上镜, 纽约报道。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新闻周刊, 祝您圣诞节快乐。 再见。